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袁浩一脸慎重地问道 云霄 你当真这般决定了 在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怀疑你是否真的懂树莲之道 要知道树叶有专攻 若是分细了来 有些地方我也未必是正宗的对手 虽然他并不看好李云霄 但毕竟李云霄是张清凡和许晗 如此尊重之人 他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跟两名四阶数联使法关系搞相 所以好心提醒起来 李云霄笑道 是否懂 等会儿就知道了 让他出题吧 免得到时候说了不服气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心服口服的 磕下这三个头 好狂妄的口气 袁浩瞳孔微缩 内心隐隐有些不快 冷然说道 既然如此 那正宗 你就出题吧 他说完便漠然地微眯着双眼 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孙正宗咽了一口口水 虽然这样做让他很没有面子 但此刻还是胜利更为重要 于是不客气地说道 既然如此 我也不搞复杂了 就比炼丹吧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阴冷的沉色 宁笑道 不过是比炼制三级丹药 什么 所有人都是一愣 全是一脸晕倒的神色 李云霄拥有二阶数炼式徽章 顶多也就二阶 鄙视的居然是炼制三阶丹药 这是一名高贵的书炼师 所能说出来的话吗 这还是人话吗 所有人对于书炼师 这个职业的那种 朦胧的崇敬之感 瞬间破碎开来 书炼师不全都是 傲然的不可一世的家伙吗 怎么会耍这种阴谋诡计 在人家做出如此风度 让你出题的前提下 居然这般狡诈 袁浩也是脸上浮现出了 一丝怒涩 替他脸红起来 张清凡和许晗 更是大怒不已 张清凡怒喝道 孙政宗 你真给全天下的书炼师丢脸 若你还有一点点书炼师的骄傲 就堂堂正正的选个题目 跟云霄大师比试一场 孙政宗轻哼了一声 他不敢和张清凡对峙 于是冷笑地讥讽李云霄道 怎么 刚才还夸下如此海口 现在就哑巴了 不敢的话 就直接认输下跪 李云霄看白痴似的看着他傻笑 一脸没救的样子 说完了 意淫够了 那就赶紧开始吧 我没时间耍你这只猴宝 你 孙政宗气得脸色铁青 粗红着脖子吼道 你可给我听清楚了 是炼制三级丹药 李云霄无语道 不用再说一遍了 你的无耻 你的节操 已经碎了一地 不仅是我 大家都听见了 还有没有什么规则 一起说出来 到时候可别耍赖 元昊生怕孙政宗 再说出什么丢人的规则来 让他们火屋帝国 数联士工会蒙修 急忙抢先说道 没有其他规则了 只要是三接丹药就行 相同的丹药比药性 不同的丹药比纯度 开始吧 时间为一个时辰 营将台上 很快让出了一大块空地 准备给两个人比试用 好在上面足够宽大 一众文武百官和八十万大军 纷纷摒弃宁神地看起来 秦月和秦阳 则是一脸的苦涩 两个人的王储之争 竟然演变成了 他们数联师之间的私人恩怨 也许在这些人的眼中 一个小国的王储 相比一名三接数联师来 根本就不值一审 秦月双手捏了一把汗 他知道如今已经摊牌 若是今日不能拿下王储之位 就彻底地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而李云霄隐隐成了 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 因为秦阳最大的支持者 四阶数联师张清凡 对李云霄崇敬有加 只要李云霄肯开口 即便不让张清凡改变主意 至少也可以稍稍中立一些 况且还有另外一位四阶数联师 许晗还未表态 若是能够支持自己 那也具备翻本的本钱 秦阳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脸色阴沉地盯着李云霄 内心极度巴望着孙正宗将其打败 把这个横空崛起的妖孽存在 彻底地抹杀掉 秦如雪则是一脸紧张地看着李云霄 手心的汗水比秦阅还要多 自从李云霄走上来的时候 他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片刻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原来他隐藏得如此之深 可笑自己在学院的时候 还处处替他打抱不平 原来人家是故意扮诸 他想到这顿时鼻子一酸 感到万分的委屈起来 今天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假冒的数脸师如何练丹 孙正宗一脸冷色地走到空地前 对袁浩说道 我要练制七传菩提丹 需要赤霞草 白羊石 天蝎刺 极光水 玄丰 仙音叶 和菩提子 请袁浩大师 为我背三份材料 袁浩眼神一跳 这才微微赞许道 菩提丹 乃是最能凸显数脸师实力的丹药 三传成丹 五传进阶 七传为三级 即便同为七传 之间的差距也是极其大的 他随手抛出了一堆材料 正是每样三份 数炼式炼丹都有一定的成功率 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百分之百的成功 所以每次炼制都会多准备几手材料 以备不时之需 云霄 你呢 袁浩好奇地询问起李云霄来 因为他实在不看好这个少年 在这个年纪能够炼制出一级丹药 就已经是逆天的存在了 李云霄笑道 就跟他一样吧 这样比较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孙正宗心中一震 眼中闪过一抹怒气 这完全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袁浩也是微微一愣 他见识过这个少年的猖狂 看他如此不知好歹 也就无所谓了 正要取出材料 却听李云霄一字字地补充道 我只要一份材料就够了 什么 袁浩惊了一跳 随即冷笑道 如你所愿 他不客气地一挥手 顿时一份材料完好的放在他的身前 他满脸冷笑之色 炼制菩提丹 即便是他 四阶的存在 也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成功 他想要看看 这个狂妄的小子 最终如何收场 孙正宗虽然气恼对方 用行动搏他的面子 但是看到对方只要一份材料 简直就是自己找死 内心还是暗暗一喜 他伸出右手来 顿时一只迷你的青色小姐 顶在手中浮现 在他的神念控制之下 开始慢慢变大起来 最终化作一方半人高的大顶 落在银匠台上 袁浩眼中一亮 赞道 郑宗 你果然收集了不少宝贝啊 炼丹的顶炉分为 紫 青 黑 黄 四种色泽 在同一等阶的顶炉下 紫顶为最 青顶刺之 孙正宗的这方大顶 正是三阶青顶 价值连城 孙正宗咧嘴笑道 这宝贝 可是我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才弄来的 平时炼制的时候 都舍不得用 他冷眼看了李云霄一眼 傲然道 小子 小子 你今天能死在我这方青顶之下 也该明目了 李云霄不屑地骂道 神经病 孙正宗气得七窍生烟 发现自己每次都是撞上去找骂 真是有点犯贱的感觉 他顿时闭上嘴 暗想 不能招了这小子的道 他一定是故意想让我生气 从而影响炼制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他对李云霄强行扯开一张笑脸 意思是我没生气 你的计谋没用 李云霄看着他那张苦瓜式的笑脸 忍不住大笑起来 骂你神经病 你还笑 果然是神经病 你 那张苦瓜式的笑脸 顿时扯成了怒容满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他 气得浑身哆嗦 怒道 羞咬成口舌 有本事 手底下见真章 他赶紧收敛心神 全身心地投入到炼制之中 首先是选材和提纯 他非快地将所有材料全部过了一遍 对于亮度和质地全都了然一凶 开始在心中计算起来 同时右手一挥 顿时在身前 摆出了一排排的水晶器皿 各个晶莹剔透 闪烁着点点荧光 一般到了三阶以上 对于提纯这个步骤 完全可以随意而行 但是孙正宗 却小心谨慎地走好每一个步骤 这些水晶提纯器皿 还是他作为炼金学徒的时候用过的 最后一次使用 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今天再次拿出来 因为他输不起 赤霞草 五十年的年份提炼原液 白阳石 纯度百分之七十 用原力除炙 天蝎刺 七十年的 孙正宗一边麻利地操作 一边轻声低语 就好像旁若无人 娴熟地做着这一切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 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平日里这些书炼师 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三阶书炼师 更是他们难以接触到的高度 此刻难得有机会亲眼看着炼制 各个都是露出极为专注的目光 所有材料全部过了一遍 几个水晶器皿当中 已经是提炼出来 可以直接炼制的原料 他猛的一掌 拍在那丹炉之上 顶盖猛地飞出 一团青色的火焰 从他的手掌中腾出 落入丹炉之中 顶盖轰得一声和尚 顿时青色的大顶 开始发出嗡嗡之声 那青之颜色更加夺目逼人 青狼妖火 元昊的脸上浮现出 一丝震惊之色 双眼当中掠过一丝惊线 郑宗 你的身家可真够不菲呀 孙郑宗善善一笑谦虚地 比起元昊大师的 冯魂烽火来说 不知一审哪 他脸上 哪里有半分谦逊的样子 冷冷地转头看了一眼 呆滞一下 瞬间差点直接昏了过去 再次